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咱们的行动算子了 那咱们把这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咱们要演示的就是collect就是它 所以我们这里来拷贝咱们叫16 那咱们的16 然后我的action我下滑线 咱们就叫collect 咱们叫collect OK 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咱们都给它去掉 咱们都去掉 咱们全去掉 去掉以后就剩下咱们的collect 然后我的这个地方咱们简化一下 来 放过来 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把这个我们也给它去掉 那这样的话 new rdd我们的collect 然后我们的for each 我们给它去打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它我们就不要了 好去掉以后 同学们这个咱们需要给大家去说一下 代码看着很简单 但是它的底层有些细节你需要知道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collect 咱们的collect的方法 它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行动算子 行动算子 它会什么呢 触发咱们job的执行 也意味着它会产生一个job 会有一个对象在里面 但是你光了解这个还是不够的 我要把细节了解一下 那什么叫把细节了解一下呢 所以我们这里咱们再来 咱们继续 咱们的rdd我这就来写上它了 咱们叫做行动 咱们的算子 好 那行动算子的话 好 这里首先第一个咱们先把这个拿过来 咱们现在的数据我就先准备一下 咱们的数据我就放过来给它我们的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 然后里面就是1 咱们这里来咱们复制给它一个2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一个3 我们再来给它一个4 行了 4条数据 那你4条数据的话 现在我想分两个区 所以我们颜色给它标记一下 颜色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复制 现在我们要对接集合的数据源 咱们放过来 放过来的话 咱们应该把它准备好 所以我这边就准备好两个分区 那么两个分区的话 就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这个我们放在这边 然后这个我们给它一个绿色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红色 把这个放过来 这个别给绿色了 给另外一个颜色 给这个颜色 好 放过来以后 咱们把文字给它加上 咱们这个就给它写上它 咱们就叫做RDD 其实我们叫RDD 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不叫RDD 可能会更好 为什么呢 我想换个名称 我叫Driver 我叫Driver 我为什么叫Driver呢 因为咱们前面讲过 咱们真正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Executor是完成真正计算的 但是管理功能呢 是我们的Driver来完成的 所以呢 告诉大家 你当前的那个组合功能的操作 其实就是在Driver这边实现的 所以咱们也加点文字来说明这个事情啊 咱们的这个RDD 咱们叫做什么呢 叫Spark 咱们叫分布式计算中 咱们的功能的组合 它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的Driver端那完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Driver啊 它就是一个管理功能 而你组合功能恰恰就是一个管理 那我管理 我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啊 我能组合在一块啊 所以它是在Driver端完成的 但是你的功能的执行恰恰是在Executor端 所以我这边呢 我们来啊 用一个绿色来表示 所以给它一个我们的绿色 给个绿色之后 那我这就想它了 咱们就叫Executor 所以啊 它咱们就叫Executor 好 把这个呢 我们放过来 把它我们也给它往下放 往下放以后 那现在我有两个Executor 然后呢 我们的数据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么写完了以后 我把文字也补充上啊 咱们功能的执行 咱们的这个功能的执行 它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Executor端执行完成的 这个样完成的 好 那这个咱们写完了之后 那我说了 让数据要流转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当前调用了一个collect方法 那数据就开始流了 那数据流的话 记住了 同学们 这个时候你要千万注意 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这么话就对了 记住告诉大家 这么话是不对的 为什么说这么话不对呢 是因为啊 我们Driver这边 是不负责数据流转的 所以说我们说数据流 其实不是在这完成的 那这在干嘛呢 是这样的 它得封装 咱们的Driver端 在组合功能 在封装这些东西 这个咱们之前是讲过的 咱们的数据呢 会在这分区 会告诉你数据怎么分区 但是并不会让数据跑起来 所以呢 就意味着一和二分两个区 它就跑这来了 我们的三和四 那这个四放过来 那么三和四就放到这边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 我们的Driver就会把他们两个进行封装 就是这意思 那封装的话 咱们前面就给大家讲过了 会封装成什么呢 叫Task 封装成咱们的Task 这个呢 我就给他一个指色 然后呢 给他一个叫Task 就这个东西了 那Task呢 就会把咱们的数据呢 给我放进去 所以我们这呢 给他缩小一下 这是我们当前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一和二 就进来了 放过来 放过来以后 可是我们讲过了 Task除了什么 数据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啊 还有逻辑 那这个逻辑 就是你Driver端 要告他的了 说你怎么把功能 组在一块 都有哪些功能 那咱们当前 那个代码太简单了 就是一个Map 就等同于 他有一个Map的功能 也给他封装起来了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给他一个颜色啊 比方说给个黄色吧 咱们就叫Map 就这意思 所以就意味着 我的一和二在这 我的Map 他就在这 好 这个时候呢 记住啊 我们现在干嘛呢 现在就来往下走 下面呢 也有一个Task 但是呢 这个Task的数据呢 是三和四 所以三和四 那我的Driver呢 就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的箭头就指向了他 记住啊 把这个数据封装成了Task 这个时候还没有跑呢 还没有开箱跑起来呢 没有让他跑起来的话 所以呢 当前是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 把Task封装好了 就可以把Task 发给咱们的Executor 所以我们的Task 就发到了Executor 这个地方 那么同道理 我们下面这个Task 也发到了咱们的Executor 就是这样的啊 好了 那你发到这以后呢 然后呢 我的Executor 就应该接收到你的任务啊 所以说 咱们把这个Executor 咱们拉大 拉大了以后 把这个Task呢 就给它放到这 就说明我收到了 同道理 我下面这个呢 也给它放大 也给它放大以后呢 把这个放过来啊 放过来 把它放到这来 然后呢 这个Task呢 也被我收到了 收到了以后 你的Executor 收到了你的Task 就要开始执行这个Task 那么好 它要执行这个Task 它怎么执行呢 很简单 数据不是在这吗 逻辑不是在这吗 所以我们就会按照 分区内的顺序 就意味着 这个里面的数据 就先走1 那么这个1会怎么办 这个1就会先走Map 然后它走完了以后 就会有个结果 然后呢 这个2它也会怎么 走这个Map 所以我的1和2 就会走这个Map 咱们这个Map呢 它是乘2啊 所以1走完这个Map 干嘛呢 变成了2 我们的2 走完这个Map 为什么它们的顺序 是不确定的 为什么 为什么顺序是不确定的 因为这个节点 跟这个节点 是没有关系的吧 它没有关系 那你的2和4 是谁先转换的 3 6和8先转换的 是不确定的 你能确定是2 一定在4前 6在8前 但是2和6之间 你是无法保证 谁先去完成的 这个你做不到 所以分区内有序 分区间无序 就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这个大家能明白以后 就意味着我的Map 已经跑完了 我的2和4 6和8得到了 但是问题就在这了 2和4 6和8 你这个结果干嘛呢 对吧 你看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逻辑就是 把number乘2 乘2之后 你就会得到2和4 6和8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的2和4 6和8干嘛 结果你有了 你把这个结果要干嘛 是丢弃 还是保留 还是返回 这就取决于这个collect方法了 也就意味着collect 让它跑起来 并且要把结果拿到 所以咱们这里就给大家说 这个collect方法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collect的方法 它就是将什么呢 我们executor端 executor端 执行的结果 干嘛呢 按照分区的顺序 拉取 其实也要采集 因为collect就是收集采集的意思 把它拉取到我们的driver端 就是这个意思 看这句话能看懂吗 这句话能不能看懂什么意思 它是将executor端执行的结果 我刚才咱们画图了 2和4是不是执行结果 6和8是不是执行结果 好 它就会按照分区的顺序 把它拉取回到咱们的driver端 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回到咱们的driver端 所以这个collect 我们点一下 叫var回车 回车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拉取 回到driver端的数据集合 那好 那说到这了 我的executor端 有个二和4 这是我们的执行结果 我们的6和8 这是我们的执行结果 我说过了 要把它拉回到咱们这边 这个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我把这个二和4放这 咱们加个箭头 就意味着我执行完map 这样吧 咱们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这个东西 我调整一下顺序 把这个map放上面 把这个我们放这 然后我的task 我们就给它发到这 我们给它发到这个位置 发到这个位置以后 然后我的1和2 就会走这个map 咱们把这个箭头 给它写的稍微的准确一些 好 把这个我们给它拿过来 好 拿过来以后 1和2走了map 那走完map以后 就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的二和4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二和4拿到了 那同样道理 我们下面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的箭头 咱们也是跟刚才一样 咱们来 咱们走到咱们这 然后我们的这个箭头 从这个4和3往下走 往下走呢 就走这个map了 走这个map以后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拿过来 它就会得到我们的8和6 把这个符字拿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数据就有了 有了以后 我干什么呢 有了以后 我就要collect 把它采集回来 所以箭头就意味着 把二和4干嘛呢 拉取回到咱们的driver端 那所以把它来 我想它 这就叫collect 它就叫collect 然后呢 把这个放到这儿 然后呢 把肢体给它放的稍微大一些 好 然后放过来 然后呢 用一个红色来表示一下 所以collect的方法 就在做这个事 然后呢 再往下 往下以后 6和8 它也会collect 所以给它放到咱们这个位置 那放过到这儿 所以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底层的实现原理 我先把前期的准备工作准备好 然后呢 我通过collect方法呢 触发它的封装和传递 传递以后 把结果拉取回到咱们的driver端 但是你光拉取回来还不够 它的返回结果是什么呢 然后呢 写上它 叫做将我们的结果组合成 我们的集合对象 意味着 你的每个executor 都会有计算的结果 我就将多个结果 组合成了一个集合对象 那么你看到这儿 就应该能够明白 大家想一想 2和4 它是不是第一个分区 它如果是第一个分区 那咱们刚才说的是 按照分区的顺序 那么它和它 应该放在集合的前面吧 那道理 6和8应该放在集合的后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打印咱们当前的它有顺序的原因 你的数据是1234 可是我们打印的结果就是2468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是按顺序来的 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顺序是打乱的 但你拉回来之后 那数据是有顺序的 为什么呢 按照分区的顺序 分区是什么样的 你就是什么样的 所以它就是268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排过序 它没排序 它是按照它的插入顺序 所以它如果写个4 它如果写个1 就意味着4231 那么它就是第一个分区 它们就是第二个分区 那么我们返回的结果就一定是8462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运行 运行以后 咱们在这个地方 咱们就说一下 它叫8462 咱们看一看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地方 就给大家去说明一下 你看8462 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Colled的方法 就起到了一个这样的作用 好 咱们停一下